我今灌木诸如来,静至庄严宫得海, 五着众生离成垢,同正如来,静法生。 大家好,吉祥,这里要和大家分享 为何我们要在魏塞节的期间来遇佛。 这是据经典的记载,往昔还没有成道的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的希达多太子, 他在印度兰比宁园诞生的时候, 据说所有的环境变得非常祥和,鸟语花香。 希达多太子诞生的时候,脚踏七步, 每一步都出生了一朵梁花。 希达多太子在诞生的时候, 右手指天,左手指地, 然后告诉世人,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那讲完了以后呢, 就有这个九条龙, 来为这个希达多太子沐浴晋升。 那因为这个沐浴晋升的这个场景,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来纪念佛陀诞生的日子。 我们玉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其实通常在寺院里头, 我们都会布置一个小太子像, 然后有这个玉佛池。 这个玉佛池呢, 里面呢,装了香汤。 那这个大众呢, 来到太子的跟前, 首先顶礼三拜。 那跪下来, 拿着这个勺子呢, 左边的地方呢, 这个不要连头一起淋浴, 是从这个小太子的肩膀, 这个左边, 先右边一勺, 左边一勺, 然后再右边一勺,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三勺的水呢, 淋下去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心中呢, 这个发愿,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那这个呢, 沐浴的仪式呢, 其实是一个纪念。 它象征着我们呢, 不是这个沐浴外在的这个佛, 而是要连里面内在的这个贪嗔痴污秽呢, 也要藉由这样子的一个, 洗浴呢, 去除干净。 这个也是在引导我们所有的广大佛教徒呢, 要懂得自我发愿, 这个诸二慕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义, 是诸佛教。 祝福大家, 在这个佛誕节当中呢, 现在疫情, 正在罗造期间, 大家真的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虽然我们未能亲生呢, 到寺院里头来遇佛, 但是像佛光山这个地方呢, 我们东禅寺也好, 文教中心也好, 都有很多的这个线上御佛, 还有线上的这个活动, 意卖等等的, 可以提供呢, 给民众来参加, 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佛誕节,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